欢迎回来资产教路资游问必答的环节 提提大家 如果大家有任何股票问题 记住打电话来 2804-6566 又或者伸电邮给我们 在我身边的嘉宾 就是要财政圈的分析员 王维豪 Wafi Wafi 你好 Wafi 提提大事表远 刚见到恒指现在升179点 去到23,190点 其指方面就升217点 低水17点 去到23,172点 国企指数升113点 进步12,984点 见到今天港股就抽了上来 其实是否见到开始都转势 近期港股走势来说 加上今天 现在这一刻来说 就叫做 对比之前 都连续三天 都有一个升势在这里 整体上面 都会觉得稍稍 可能那些势转定了下来 但是是否真正完全转势 我觉得仍然都要沽望一下 因为始终来说 整个大市整个走势来说 虽然你说今天 要重越回到10天线流上 但整体上面 都叫一天未回到50天线流上 都未能完全确认 短线或中线 小小看 那个调整 叫完整未 因为你说 一天未回到50天线流上 都仍然有个叫在下市的风险 但如果今天来说 如果今天叫收市来说 完全忍回到10天线流上 短线来说 仍然可以看好一点点 因为整体来说 加上今天来说 叫年升了三日 如果两者拉长一点 走势来看的话 其实维持之前都大概说到 如果调整的话 有什么机会去到什么位置 拉回上升轨的话 其实当时都会预期 有机会去到22,600至700多点的区位 但是前天 最低都是去到 刚刚挨近22,800多点 700多点的区间 就是稍稍挨近上升轨的底下的时候 初步见有个反弹 暂时短线来看 仍然可以好一点点 但如果短线上网空间 去到什么位置 有机会预予阻力的话 先维持50天线和20天线位置 大概23,400多点的区间 去到这些位置 仍然会有少点阻力 近期来说 虽然围绕着这期 都有个升市 但成交仍未能完全配合 因为成交来说 前两天看 只有600亿左右 今天来说 暂时240亿都未到 我觉得暂时来说 仍然叫成交低之下 大家投资者信心 入市信心 未完全恢复 如果要完全站运50天线流上 或者再重复 比较明显的升势 的确可能难一点 暂时来说 都是看着这个区间做 好 谢谢 另外看内地股市的表现 看到上证组合指数 现在是升1点 去到2874点 护心300指数也是升1点 去到3141点 深圳城指数也是升40点 去到12270点 今天内地股市的方向 稍微缺乏了一点 现在是比较靠稳一点 其实内地股市的走势 你又怎么看 如果说到内地股市的走势 今天虽然暂时 好像没什么方向 不说太明确 因为其实这样看 始终来说 之前两天 都叫升率比较厉害 昨天都升成上证港 又升成20点收市 所以整体上 在短线来说 这两天升得比较多之下 我觉得今天 稍微缺乏方向 亦是一个比较正常一点的 因为来说 只要不是说有一个重现的跌势 暂时来说也算算是稳定一点 至于内地股市整体来说 怎么看的话 其实仍然是继续 之前这样的跌势 困扰一些比较政策上的层面 一个阴霸之下 大家都会担心 未来会不会有一个重新的 压益通胀的一些政策出来 因为虽然之前有分析过 虽然通胀仍然比较厉害 但也会担心经济放弯的问题 所以当时就会觉得 有点拉锯的局面 不敢做任何比较明显的动作 好像加息的动作 但是如果整体整个基调看回来 如何都会是 而谁先走的 都是以通胀先走的 如果通胀继续那么厉害 不排除虽然说之前 上周没有加息 或者只是调升了准备金率 或者发一些央票等等的因素 不去做过加息的行动 但如果到之前说的一些动作 都完全不能控制流动性的话 都会觉得最后中央仍然有机会 是会出手做回加息的动作 到时真的令到中央这样做 都会稍微有再少少的调整 但以此方来说 现在要重上2850点楼上 所以整体上仍然可以好一点 好 谢谢 另外见到内房股 今天继续有个升势 看看今天表现吧 最后见到中国海外 仍然升超过3%升 4%升5.4%到15.96% 华印字地方面升3.6% 报14.2% 碧桂园跌1先报3.1.7% 西望房地产升8先报10.56% 富力地产升2先报10.48% 雅居乐升3.6%报12.78% 合景泰富跌1.3%到5.39% 远洋地产跌1先报4.36% 恒大地产升7先到5.79% 月秀地产升2先报1.62% 整体来说 内房股今天来说都做得不错了 其实昨天见到个别的股份 好像中国海外和碧桂园都升了上来 内房股是否开始炒落后 还是其实投资者开始留意他们呢 如果你说真的是不是炒落后 还是留意他们的话 我觉得某程度上 两样都会有在因素里 当然留意他们 因为昨天出了一个 国家方面出了一个 全国七十大城市的 4月份的楼价指数 因为见到整个国家来说 七十大城市来说 对比去年 差不多八成的城市 五十多个城市里面 都仍然维持着升势 所以整体上 都会见到 虽然中央 你说不断有一些 调控的政策 好像最近的一些行扣令等等的出台 但都会对一些城市来说 楼价没有太大的一个压益在 基本上来说 今次的升势 虽然一线城市 像北京这些 都仍然有一个 即Igan同比利益 都有三百分之流上的升势 但是今次来说 带领着整个升势 已经去到一些三四线城市 所以慢慢都会见到 楼价的热潮的效应 原本有一些第一二线城市 慢慢伸延到三四线 所以整体上 整个楼市的升温的效应还在 所以带动到整个来房的板块 昨天是有一个声势 当然你说 另外一方面 最后当然会 因为一直以来 由去年开始 那些年中开始 一直受着刚才说的政策因素影响之下 股价不断是 大部分来说 都叫做 反复去到试一些低位 虽然近期都叫回升回不少 整体上 或者整体上 对一些政策上的负面效应 已经慢慢没有以前那么多了 但是整体上 仍然落后于整个大市 或者某些类别的指数 所以整体上 我觉得这一两天或者短时间来说 仍然有条件 是继续做回一些再追上来的 主要是整体上 会对中央方面 再有什么新的数据出来 会令到内房 或者内地的楼市 有一个ID在 暂时还未见到 因为你看最近 好像之前说的限购令 或者最近传一些 上调回首置的按揭比率的话 种种因素来说 都不能够对内地楼市 内地楼市来说 有一个很明显降温的效应在 因为你说内地居民 现阶段首置 就是三成楼上 比我首期 但是现在 其实内地银监会方面 都没有一个明确 是一定要高过三成以上 但是你见个别一些银行 已经做到高过三成楼上 但是可能去到四成五成 但是你见对内地的楼市来说 都仍然没有一个实质的降温效应 所以我觉得整体上 暂时中央都 比较难完全去控制到 或者打抑到内地楼市 所以我觉得对内房股来说 暂时来说 不用太淡 好 谢谢 但是见到近期 有些内房股 个别来说 好像某些地产商 好像碧桂园 其实都开始降价促销 就见到近半年来说 又或者上半年 就见到内地的交投量 就好像下跌了 下跌了接近一成那么多 其实会不会见到 都是打压措施见到成效呢 如果你说减格促销 或者大家的销程有少少的 好像少少放缩一点 但是对政策来说 是一个见到成效的话 当然没有撤出这些政策 就是刚才说的政策 都是斟酌着一些 买楼人士或者炒家的一个途径 因为调升首期的比率 或者第二套房要给多少首期比率 又再调升 完全是针对一些 可能是做产物活动的一些买家 当然一出这些政策 短线来说 不多不少都有些负面影响 或者大家的意欲都会压止下来 小政在上面 都会见到当一出这些消息的时候 那个月的消息来说 慢慢有少少的负面效应 但如果拉长来看 或者整个宏观来看 我觉得未必会太大实质 负面的效应在 所以你看到整个楼市来说 仍然都是平稳向上发展 不是说有一个太大的跌幅 虽然你说会有个太明显 好像之前来说 继续急上升 当然也不见到 我觉得仍然都是以平稳发展为主要 好 谢谢Wafi 这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下一节回来 仍然都是职场交脑 导致有问必答的时间 下一节记住 有股票印台 记住打电话来 2804-6566 或者传电邮给我们 电邮地址是askbstannel.com 看看恒指现在是升192点 去到23203点 下一节回来再和大家见面